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明爱赛马会提报向前电脑捐赠计划 带给你的再生手提电脑基本使用说明 我叫Daman,我叫嘉辉 今天我们就会教大家怎样用自己手提上捐赠给你的手提电脑 感谢赛马会慈善信纳基金的支持 明爱电脑工厂就做了这一部这么好用的电脑给你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教你怎样用 首先我们想介绍给你知道键盘上几个重要的按钮 在右手边有个Enter按钮,确定键 当你想确认去做一个动作,或者想去选择一个文件的时候 就需要用这个按钮 左边有个FN键,是什么来的? FN键主要控制电脑的音量和光暗度 而在键盘下的触控板都有两个小 它们就像画鼠上的左右键 左键可以帮你选择一个文件 而右键就进行一些选项 在用电脑之前就当然要开电脑了 加辉,怎样开电脑的? 就是要接上电源,俗称火牛的电源 然后按一下开机键就可以开机了 去片 看螢幕的时候,觉得太阳要怎样做呢? 当然要调整光亮度 可以用刚才我们介绍的FN键 和键盘上看到的太阳公仔来控制光亮度 加就是光亮度,减亮度就是暗度 画面上都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牌子电脑的光暗键 我们看影片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 听不到声音又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在右下角看到一个小的喇叭 然后用滑鼠移动摇杆 去到右边就可以加大音量了 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而我们也可以用刚刚嘉辉说的FN键 加上在键盘顶顶的喇叭加和减制 去较大小声音 我们去片 电脑就不可以不连接上网的 嘉辉,怎样连WiFi的? 好,首先我们用滑鼠移到右下角 看到有个小地球 按一下滑鼠的左键 然后选择你家里的网络名称 输入你家里的网络密码 然后按连线就可以连到上网的了 原来是这么简单 我们去片 那就可以连上网的了 上网的时候当然需要搜寻一些资讯的了 而搜寻的时候 我们需要输入中文和英文 那要加一些中文输入法的时候 又怎样做呢? 首先将滑鼠移到右下角 按一下ENG三个英文字幕 然后按一下语言喜好设定 接着选择中文版在台湾 然后按选项 再按新增键盘 就有你想输入的输入法了 好,选回自己熟的输入法 就自然可以更快找到你想找的资讯了 有时候要去打字的时候 也有一些的时候是打不出那个字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语音搜寻功能 要用到语音搜寻 首先你要开Google Chrome浏览器 在开了浏览器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在整个画面中间 有一个麦克风的音乐 按一下它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框框 要你允许使用你的麦克风 如果你选择了封锁就用不到这个功能了 记住,要按允许 而当你允许了之后 电脑就会等你去说出你想搜寻的字眼 例如你跟它说明爱电脑工厂 它就会出现了画面上的一些搜寻结果了 可以用这个功能找到你学校的那个网页 而我们有时上网看片的时候 都有一个办法可以帮我们的 有时的片段可能会太长 而在YouTube网页有这个功能 你有没有看清楚 原来你把滑鼠的鼠标指着影片 然后按着左键拉它去桌面上 桌面就会新增一个捷径的了 下一次想看回同一条片 只需要按这个捷径两下 你就可以看回同一条片了 咦,用完电脑我们要怎样做呢? 用完电脑当然要关机 让电脑休息一下 嗯 这样怎样关机的? 我们有个三个简单的步骤 可以教你怎样关机的 首先将这个鼠标移到左下角 四个框框的视窗 按一下 接着选择电源 再按关机 就完成这个关机的程序了 咦,原来是这么简单的? 让我们看看这条片 这样就能关机了 在这里也想提醒你 你用电脑 有时它未必会即时关机的 因为电脑需要在关机之前 做一些更新 而更新可能需要几分钟 甚至是半个小时 千万不要在电脑完全关机之前 就拔掉电源了 记住让它完全关掉 你才去把电源拔掉 电脑收到了 当然想用久一点 这里也提醒你几个保养的办法 首先 你部电脑应该是放在一些比较干爽 通风 以及比较稳固的地方 千万不要放在太潮湿 或者放不稳固的地方 容易弄坏电脑 还有呢? 还有不要安装不明来力的软件 最好在官方网站下载的软件 就保护安全了 而我们也应该时常 将一些重要文件 例如供货或申请表等等 将它们储存在你的USB手指 或者放上电油那里 因为这些文件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留下了的时候 当电脑不幸开不着的时候 你都会有个备份 我很多谢大家 我们教大家的技巧就到这里 在这里也想提醒你一些 关于电脑保养的办法 我们这部电脑会提供了12个月的保养 而当你需要保养的时候 请打画面上的这个电话 27166875 打电话的时候 还需要提供多一个编号 那篇路在一个手提电脑的底部JC开头的 报上这个号码就可以查到你的资料 嗯,记住那个号码 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办公时间 来到我们九龙湾宏开道8号 歧视商业中心6167的地址 我们也有师傅可以解答到你的问题 以及帮你弄到电脑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随时上我们的Facebook和IG 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 在画面上的QR Group 数一数就可以进入我们的Facebook和IG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